合作是這樣,有很多條件,大家無私,大家能分出先後秩序 這也是考驗一次 台灣這個社會能不能有一組最後表現無私的態度 沒有無私的態度不會成功 其實我都看這些人在發言,每一個都在出高招 所以你認同這個招嗎? 唉,有時候都希望我自己笨一點,有時候我看這個,哇,大家在地上看,這是出高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 所以你認爲什麼意思? 唉,私底下要跟你聊天 沒什麼問題啊,因為如果純粹就配這個概念,就是配合 比如說你一個霸氣總裁,總要弄一個比較看起來比較人文啊,比較醫療,比較慣懷那種 不要說兩個都硬棒棒的 所以 你問我的話啊 至少那個組合的形象OK啊 我說不得啊,就可以啊 我跟你講,我很興奮我不是國民黨的,不用煩惱這個 哇,這實在是 這個實在是難題啊 不過我還好,真的非常興奮我不是國民黨的啊 所以你現在覺得有可能嗎? 很難啦,這是沒有煩惱,煩惱你 我來這裡啦 你去看看國民,那個民進黨喔 變那個總統大選啊 每個,每個憲政權總部那個經費去看一看 那個要不要請他們公布一下他們的那個預算表 才可怕 傳出左羅門最快可能下禮拜就會跟中國建交 左羅門喔 對 傳已經很久了啦是不是 那你怎麼看就是蔡政府上任之後,好像可以 這個也沒辦法啊 這個 國際局勢齁 不知道啦這個 你怎麼問我啊 深呼其放輕鬆啦 這種邦交國要維護也是很困難啊 所以對你來說已經是無竿了 不是啦,這個你勇敢反而讓人家更 常常是這樣啦,你表示說I don't care 他反而出招我們而已 你很care他就更想出招我們啦 這就是你事先所說的小英 小英嗆中的原因,所以導致現在的狀況嗎 你不嗆中他也會 也是會一個一個把你的邦交國收起來 只是快慢而已啦 所以是這樣啦 終究台灣還是 台灣還是要思考 我每次看一下說我們要鍛鍊無仰呼吸的能力 就是說就算沒有邦交國要活得好好的 只看一次 也在想想看 嗯 香港再鬧下去 再鬧下去 再這樣一直下去 才是糟糕 我跟他 說我每次說 留下一個民主 留下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 對大陸不是壞事 對中國不是壞事 就是說至少他有一個可以參考的 就是說人家 同樣是華人世界 他怎麼走過那個 民主化的過程 我一直覺得說 當然台灣今天的民主化有時候我們看說立法院都在丟水球 覺得好像很好笑 但是 但是就整個世界上來講 你想想看喔 我們台灣民主化才30年 當然沒有理由跟那個什麼瑞士啊 瑞典那種 三百 那種民主化三百年的國家比 所以 如果以時間來計算的話 其實台灣民主化算是蠻成功的 啊這也是 比如說將來在寫李登輝的歷史貢獻的時候 台灣能夠和平轉換 和平轉換 這個 這個民主化 這個李登輝有他的貢獻 當然講從蔣經國到李登輝 所以 我倒覺得是 大陸在處理香港啊 我是建議他們看一看台灣的歷史 看一看 參考一下 還是那一句話啦 民怨 你不解決民怨你知道 啊你是在怪說什麼是CIA什麼是台獨跟港獨合作 我跟你講 你丟一根火灘 你在丟十根 沒有氣火灘還是燒不起來 所以還是 還是要去很 很誠懇的去面對什麼香港人民這麼不滿的根本問題 還是北京政府 靜下心來想一想 不然這樣繼續下去 最後 最後一定是六四結束 六四下去 大陸經濟一定倒廢二十年 這個因為這個 對西方國家來講 找不到理由制裁你 哇你自己送上門來 到時候美國如果要求 破美國家要表態 大家在這種大帽子之下 誰敢不表態 一定是經濟體制 所以 老實講這才是大陸 的危機 他真的還想一下 所以 歸安去專心去處理社群媒體 因為我們現在有推特 非市不可攔太多了 他說他已經沒辦法 所以他就 就是專心去做自媒體 剩下一個學姐 這個學姐恐怕一定有任用 所以還是要準備好副發言人 上下屬的關係互換會讓他們有點尷尬嗎 什麼 上下屬的關係互換 好尷尬 那學姐事先有去選 店a 你說 公開 你